第三就是很多人都會考慮 但是沒有人敢說出來的人工 我是完全沒想過可以 電把剪刀、電把Bipolar和嘗試展示 沒有人會收落我的了 還要溫習 溫習又忘記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Wing 好久沒坐下來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前陣子出了成績 知道自己可以順利生產Year 4 所以今天就是做個preclean的總結 這條影片主要是讓你想入Matic 或者準備讀Year 1的同學看 如果想知道Curicle的東西 其實我也想知道 就歡迎收看這些頻道 想詳細說為什麼我會讀醫 因為做醫生真的好有意義 你這樣說就太膚淺了 有看我的影片的觀眾都知道 飾物就是我的動力來源 所以做廚師對我來說其實更有意義 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只是對science方面有興趣 也只是讀不點science的科 因為G不殺會計真的完全不要搞我 所以中學也是讀全理科 第二就是我想有資格和足夠的知識 去幫人開一個急救意志做手術 尤其是之前見過幾次有人在街上暈倒 就覺得只是略略學過生活 是完全不夠 第三就是很多人都會考慮 但沒有人敢說出來的人工 如果你是因為份量而選入Matic的話 我可以很肯定地跟你說 你真的選錯科了 面對著無限的考試 將來無限的call 夜日起8個小時用手術 真的不是一份量可以支撐到 但無可可認的是 醫生的確是比較穩定的職業 在這三年最大的得著就是 不要跟人比較 我不會對一個中學生說這句話 因為在那個階段 很多人都需要用 跟剛開始的成績 去追及自己的目標 但進來大學之後 就會看到認識那麼多的生活 例如默默上桌 或者參加很多不同的活動 所以在1月1 我也很努力實踐這種 所謂正常的大學生活 經常都是掙扎 是不是要參加這個 參加那個 很害怕跟別人不同 但其實根本就不適合自己 那時候又沒有再玩樂團 或者打球 所以在IG看到別人多姿多彩的生活 真的覺得自己很沒意義 尤其是1月1學的東西是基礎都幾乎 跟medic無關 很多人會覺得 你進入了medic 一定會學到很多知識 前途無可行為 前途一片光明 但當時正正就是我的低潮 幸好我都慢慢找到自己的興趣 就是拍youtube和唱歌 然後將時間分布變成這樣 也不會迫自己去social 作為切頭切尾的intj 要長期擁人真是比溫習 而且你要想一下 有誰不是把最好最漂亮的東西 放在網上呢 即是不算那些長期破壞的故事 又說自己不想做attention seeker的人 如果天天看IG都要比較好 那就是on call 36小時都做不完 第二就是要釐清自己的目標 不要有不切實際的期望 即是不要FF太多 其實入了medic的同學 很多都在中學老大一第二 所以要上dinis 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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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難 我知道有人為了下校今年的NB 是由1月開始已經默默溫酸 我這些最後一個月才能忏悔的人 有哪有可能在dinis出現 是連刷新魚的機會都沒有 既然下年也不會在CU出現 我都不太公開我1月1的成績 那時候medic就有3個course 我分別就是拿B plus A-mine和A-mine 看起來都還可以 但當時我是很傷心 為什麼不是全部都A-mine 如果你把中學的標準帶到medic 只會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壓力 除非你覺得自己最大的成就感 就是拿A-mine 我一定要上dinis 然後你又肯花時間去溫習 我會表示深深的佩服 也會全力支持你 那天生IQ150個目不忘的人就例外 每年都還有幾個癲癲理的同學 尤其是我花了這麼多時間在剪片拍片身上 即是一個星期出一條片 真的要用幾天的精力 那又怎可能預期我會拿到很好的成績呢 而且我的目標又不是一定要拿A 我是想好好地平衡各方面 而我可以做到的 那就可以了 第三個得著 就是只要你肯嘗試 其實很多機會已經是放在眼前 甚至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話說Y3升Y4的schedule比較特別 只有4月和6月中美兩個假期 那我決定在復活節那段時間 趁著有一點考試和溫書的記憶 就找些curical attachment去做 我在2月中開始發電郵 但是等了三個星期都沒有回覆 那時候就不停地自我質疑 覺得唉 沒人會收留我的了 唉 還要溫書 溫月書又不記得 後來我找了一位教授幫忙 不用怕的就找到一個很有興趣的attachment 那一刻我真的很想抱著他 但說真的那句 考完試之後是有一點點壓力 還有一點點後悔 因為自己又沒讀過Y4的東西 又沒試過出 而且負責我那位醫生 所謂attachment之前看完那本書 其實他知道我沒可能讀得完 但最後我都遇到很多 好好好好好好的醫生 作為一個medical student 在醫院沒有阻礙條路 已經是一大成就來 但他們還好好地跟我解釋case 教我一些東西 或者解答我的問題 雖然我curical year都可能會學到 但讀了三年的得著 就是我學到的東西 未必是我apply的東西 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第一次入OT 醫生還要給我洗手 買咪咪看手術 而剛好那個case 是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一來就是腫瘤比較大 有6cm 作為一個medical student 我完全沒想過可以 電把剪刀 電把bipolar 和嘗試展線 而且因為我的高度 跟我的咪咪 或者跟另外兩位醫生有點差距 所以一開始我要這樣 咬了腰 拿了頭 看進去的眼皮 而醫生看到之後是很好 沒有幫我把整個IPC倒轉 再拿了張椅子 讓我坐下來慢慢看 那一刻我真的很想 不管這些東西是否攪拌 我就這樣 抱著它 總之我想說的就是 雖然medical student 或者醫生 好像有一條很明顯的路向 但其實過程中 還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而怎樣去發掘這些可能性 就是靠各位自己去嘗試 希望未來我可以繼續 踏出自己的舒適 zone 去學多些東西 最後就是祝願各位 可以達到自己的理想 或者好好放在這個時間 去準備入Year One 那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Like、Comment、Share 還有Subscribe Your Channel 按下旁邊的鐘 第一時間之後 我下次會和大家討論什麼話題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